你不用看了啦,這我知道了啦 早上這邊來我不知道怎麼開會 對我來講就是這樣這樣 已偏離車道 你看像我姐跟我姐夫 也是遇到他們的關卡 已偏離車道 你說我姐夫不愛我姐嗎 哎呀 已偏離車道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找不到出口啊 沒有 已偏離車道 找不到那邊臨機啊就是這樣 已偏離車道 他們臨機啊大起來 可是 可是我覺得 我們都在學我們該學的功課啊 欸欸欸欸 我連方向盤都不打 你以為你特斯拉你就可以這樣 慢一點慢一點我覺得不知道會有這種 繼續行駛左側三個車道 還是得小心別人 美國人沒有像德國人那麼熟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美國人 美國那麼爛的東西 我在英國找個體驗到 欸你奇怪怎麼都趕快 我記得以前有一次 我爸帶我 我跟我姐還有 洪韻文跟洪宇軒 我實在叫不慣唐欣跟洪沛 反正洪韻文跟洪宇軒 我們四個 然後帶我們去環島一圈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一站到武林農場 然後我們才 我記得我才多久 包括國外國傘 我爸帶我們去環島玩了很久 暑假的時候 我爸其實帶我們開車環島過好幾次 然後 然後晚上說 然後有一次 然後我爸 最屌的是 我爸都不預先訂房間 他怎麼講 他說 到處都有旅館 還怕沒地方住嗎 好啦 糗了 到了武林農場 發現 打去都客滿隊 然後後來他到一個 又沒網路 沒有 沒有那種東西 那個年代哪有 好 糗了 都沒有房間 那我爸那時候就說 最早就是我們大家睡車上 因為他那時候開的是那種Van 那種鄉親車 像德里塔那種 然後我們那種心理想說 靠腰睡車上 但是因為那時候年紀小 就覺得好 那是睡車上啊 結果後來我爸就打電話 問到一個 那是他們退普會的一個單位 是武林農場的一個附屬單位 然後是退普會的 結果那個 那個主長也是跟我爸說 說都客滿了 然後我爸就說這樣 我爸說他求了 因為對方說你都訂不到房間嗎 我爸說對 那我爸說